你穿成个通房丫头 看多了追欺火葬场的戏码 想要让少爷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爬上少爷的床 引导着儿郎 青涩少年出长情势 十分新鲜 你把他赖在你身上 当成了他爱你 今日也爱你 明日也爱你 足足爱了三日 到了第四日 你还没来得及装模作样 叫他节制 另一个丫头爬了床 都是通房伺候的丫头 你爬的 别人自然也爬的 里间与外间 一段是薄墙 一段是连麦 少男少女的嬉笑声 转为低男轻喘 再到一些叫人面红耳赤的 银辞浪语 你听了个满耳 制止不了 也走步的 这不是你的时代 少爷是主子 主子想做什么 由不得你管 你没能熬到 世家小姐出场 和他比一比 没能熬到带球跑 叫他认清 自己的内心 钟情于你 就败给了另一个 丫头 你玲珑娇软 他白皙风鱼 各有各的美 他如今胜在新鲜 往后会有 比他更新鲜的胜过他 你不会是唯一 没什么特别 随着时光老去 再无任何资本 不管什么时代 人都喜欢尝鲜 不是吗 尤其像少爷这样的人 他有的选 有很多可以选 你一夜无眠 重新调整好自己 第二日 第三日 照常伺候主子 只是偶尔少爷摸了摸你的小手 你不再上赶着迎合 反正这医院的漂亮丫头 她都可以玩 你不给 她也不会挠 一天 她拉着一个丫头 进房里打算白日宣吟 你学了个正经由头 去了一趟夫人哪 正是办完 顺带着说出 少爷最近懂事成大人了 只是有些不知节制 夫人眼皮抬了抬 眼神凛冽 你很体贴地说 或许少爷过了这阵新鲜劲 就能收心读书了 夫人却怒了 少年不知节制 老了要吃苦头 这种事 怎么能由着他胡来 他叫来了自己陪嫁来的王妈妈 命他去少爷屋里看看 是哪些个狐妹子在作怪 让好好的爷们不读书 整日赖在女人肚皮上 你精具地跪下 说是你多嘴了 不停地磕头 夫人的表情你不敢看 但你知道从这天起 少爷屋里的丫头 但凡有点姿色的都被发卖了 剩下的要么冒丑 要么干瘪 你被衬得跟天仙似的 加上夫人觉得你是老实孩子 只许你近身伺候少爷 这下少爷只有你了 你替他擦身 他却抓着你的嫩软的手 往他身下蹭 他求你今夜陪他消遣消遣 你抽出手拿桥端着 说夫人不许吓人 狐媚主子 说少爷该好好读书了 那日与丫头亲热 被王妈妈抓了个正着后 少爷诉了许久 从来没试过还罢了 试过放纵过后 戛然而止 他对女人的渴望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你的拒绝成了助燃剂 少年血气方刚 一把将你拉进怀里 这次你学乖了 只叫他尝个甜头 吃个半饱 便赶紧抽身 少爷离不开你 他得哄着你 好吃的好玩的 他都想着你 好好按着你的要求读书 府里都知道 你是少爷跟前得脸的丫头 纷纷敬你三分 夫人问起家属的 父子少爷的功课 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也对你很满意 一时间 你觉得你跟正妻 没什么分别了 但是有一日 少爷跟同宗的兄弟 出去了一趟青楼 打开了新世界 男人吃太饱不好 吃不饱也麻烦 你撵了撵眉心 花了点小钱 叫一个相熟的小厮 将这件事 捅到了老爷那里 少爷被老爷 一顿家法伺候 关了禁闭 你去看他 见他咬唇锤泪 不是悔过 却是恨自己不自由 他说 他要变得有本领 他要单独立府 要嫌妻美妾环绕 要出入自由 想逛窑子 就逛窑子 你心里扑哧一声 笑了出来 你笑他幼稚 别的男儿 志在四方 想建功立业 他要独立 要自由 只是为了 嫌妻美妾和窑子 但你笑着笑着 心又冷了 你的梦想 竟然是当这样一个 男人的正妻 更可笑的是 你为之努力了 仍窑不可及 少爷身上有伤 心里愁苦 他将你当作知心人 不断倾诉 你虽然越听越鄙夷 但表面的温柔体贴 还是要有的 此后大半年 相安无事 你和他竟然也生出了些老夫老妻之感 他变得努力用功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他进步很快 你则是正餐家餐地伺候着 他一个敏唇 便知要添茶 一个拧身 便知要垂背 夫人对你越来越满意 生了你的阅历 按时你等到少爷成了亲 就抬你做姨娘 你感激道谢 背地里认真攒着钱 一月三两 加上少爷手里漏下的零碎 一年你攒了五十两 不够买宅 不够养老 你还得熬 少爷书越念越多 气质也逐渐沉稳 那些字你都认得 渐渐也会写了 偶尔能就一两点 与少爷讨论几句 换一些惊艳的目光 但你很快意识到 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你起身去给少爷热夜宵 这个时代下 你一个女人 做不了什么 你甚至连走出府门都不敢 将你卖掉的家人 一直盯着你呢 你有三个哥哥 都等着你的阅历娶媳妇 而你从穿过来后 就没有再给过他们钱了 那三个装嫁汉 还有你那没怎么变老的爹 各个拳头塞沙包 那道珠红的大门威慑着他们 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但你一旦出门 就难了 少爷十七岁中了秀才 二十岁中了举人 一亲的对象也水涨船高 人人称赞她是天生大才 将来入阁败相轻而易举 她便也飘飘然 她说 国子健祭酒之女 性格平平 与她不衬 汉林学士之女 样貌寡淡 她不喜欢 大理四清之女 有个性样貌好 但看起来不会体贴人 她包了你的衣衫 在你身上作画 这是她将书读进脑子后 产生的心情去 你的身体 她已经万分熟悉 你藏在床板下的钱袋 已经装满了三个 她吻着你的身子 说还是你好 你又好看又会疼人 从不顶撞 一个低贱的丫头 却饱读诗书 与她灵魂无比契合 要不是这出身太差 她都想扶你当正气了 势必她继续捡起之前的话题 以她的家世 这些小姐都是良配 但若是能够得到 东阁大学士之女 她从此试图皆是坦途 你望着她昂扬的脸 心中越发通透坦然 你过了会拿男人床上的话 当真的年岁 少爷没有志向时 想要妻妾成群 自由自在 有了志向后 她想往上爬 你一个小小通房丫头 无论何时 都不会成为她的唯一 你偶尔会为你一开始爬床 发白日梦而感到好笑 又后怕若是少爷 没在一开始 给你当头棒喝 你受宠多年脑子发晕 穿了崽子逃出去 她不会爱而不得 你自己还要吃好多苦 二百两 你全部的积蓄 要不逢兵荒 要自己劳作 还得省着点 这辈子才够花 若是有个头疼脑热 在这样的社会 你治不好直接死 治好了没钱 生不如死 你时常叹气 怪自己没投个好胎 又想起了那一家子兄弟 是的 娘又生了弟弟 这样穷困 这样懒惰 却还要生 你不理解 不认同 王妈妈每次送 婢子汤来 你都喝得很积极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把自己照顾好都难 就别祸害孩子了 王妈妈将你的乖顺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夫人 夫人逢年过节 总想着你 赏银差环没短过你的 也早早分了两个小丫头服侍你 你为童姨娘 府中人人心照不宣 但你很烦 烦这个世界没给你金手指 烦自己要一辈子为奴为婢 困在这小小院子里 你觉得生活无望 对少爷便敷衍多了 男人大抵都贱 你越敷衍 他越热情 缠了好几日 胜似他出开婚那段时光 后来很久你才想明白 那是他知晓 将来你不能随时 事后在他身边的最后利用 东哥大学士 对他青睐有加 愿将女儿嫁给他 只是一品大员的嫡女 下嫁他一个 无品小官的儿子 驾驶派头要足 其中第一条 府里原有的姬妾 统统发卖 往后也不许再有别的妾室 也只有这样跨度的下嫁 才敢这样对夫家提永不内窃的要求 夫人满口答应未来儿媳的要求 并且大言不惭地说 他儿子房里没有女人 说他儿子品格高洁 一心向学 你听到这个消息落了泪 你很急切想确认 夫人说少爷房里没女人是什么意思 是想要你的命还是想要把你发卖到边疆 而试探过后才知道 他们只是要将你移出府去 甚至会给你买个宅子 这些博产保证你的生活 少爷心疼地擦着你脸上挂着的泪珠 万般不舍 一夜要了你三次 他难得的事后体贴 说虽然是出了府 但吃穿用度不会短了你的 他也会常去看你 你瞪着眼睛 望着虚空 泪是之前流的 而现在你的心秃秃直跳 只有兴奋 出去耽过这是天大的好事 但你要走得彻底 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你当然不想跟原来奴役你的人家 沾半点关系 第二日 你去了夫人院子 将这些年你的苦劳细细说来 又将你那凶狠的娘家人 添油加醋地描绘一番 在不着痕迹地 恭为夫人菩萨心肠 本想一生侍奉夫人和少爷 却是自己眉符云云 你虽然没有金手指 但这家人还是有一点良心的 你的要求不多 庄庄都合理 渐渐都是为少爷考虑 府里掉了两个壮钉 四个丫头给你 你们天黑出发 坐船南下 买宅成本远低于在京城置地 山高路远不受娘家人骚扰 将来少爷就算想起你 也找不到你 你住在江南的二层小院 日常消遣是看书 喝茶 平栏看看西流乌棚 对着夕阳发发呆 在民风开化的南方 也有人对你这个来历不明 出手阔绰的俏寡妇好奇 为你介绍丧妻的夫家 或穷的没活路的男人 但你都婉拒了 不是忘不了少爷 只是这个时代对男人的要求太低 对女人却有一大堆条条框框 你有铺面田租 不愁吃不愁穿 你脑袋被驴踢了 才会相看人家 找一个自负油腻的男人 每日对你指指点点 你的四个丫头轮班当职 做三修一 她们没过过这样的好日子 各个滋润的身子都圆润了 但后来你发现 有一个不是单纯发胖 而是怀孕了 她与家丁的私情被揭穿 吓得跪倒 而你却笑了笑 问她是想成亲 还是就这样混着 丫头年岁小 眼巴巴望着那个与她相好的家丁 后者垂着头一直不说话 丫头只得对你叩头 求你放了集气 让他们成亲 你点头允了 你一个人单过 院子确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但你一个月收租就有二十两 一个五百钱的小丫头 和一个一贯钱的家丁 还是养得起的 你贴了一眼那个自始至终 未出一言的家丁 不看好他们 另一个丫头出言相劝 说出了你心中所想 在你这里只用逢补喜晒 除尘做饭 做三修衣 包吃包住 每月五百钱 出去了要自己劳作糊口 生儿育女 实在不上算 跪着的那个却更加坚定 情之一字 令人失智 放他们出去 谈不上多善良 你只是想看看这个丫头的结局 除了这一个小插曲 剩下的人各个忠心耿耿 实在是这样轻松的差事 世上难寻 你在一个雨天 遇到一个落魄书生 好心施舍了一间柴房 让他渡过难关 书生俊俏风流 文采斐然 夜里挑灯 与他在柴房颠缆捣缝 比同之前那个倒胃口的少爷 要舒畅许多 几个月后书生上京赶考 你假模假世故作端庄 给了二两银子做盘缠 你想这种事 多做大概是可以延年益寿 从此后 你见到什么顺眼的马奴 什么精壮的长工 都要停下观赏 你完全懂了 五年前少爷想要的娇妻美妾 和瑶子自由的迫切愿望 因为你在一定的范围内 成了另一个少爷 你受限于时代 受困于性别 没有家族依仗 不敢明目张胆 去拥有这些美好 跟当年的他被父母管教 只能读书一样憋屈 掌握了居高临下的资源 有了很多的选择 可以奴役别人来讨好你 你根本不会去想为某一位付出痴心 通房丫头能否当正妻 和主子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个命题 在你有能力换位思考后 变成彻头彻尾的笑话 你刚过二时 身体强健 没有不良嗜好 越越有余钱 很快攒够了钱 可以再多买一间铺子 你以为这辈子 就要这样简单而快乐地度过时 南方遭了人祸 听说几十个倭寇从宁波府登陆 挥舞着锋利的金刚刃 一路北上烧杀抢掠 他们滑而有谋 猛而善斗 腐朽不堪的官府 抵挡不得 你们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他们已经掠过你们继续北上了 你们毗邻的城镇 因为临海 遭了大殃 几百年为经历战火的宁静小城 一夕之间成了鬼城 血流成河 随处可见尸体 房屋能烧都烧了 你邻家的几户 都纷纷收拾戏软 要先离开这座富饶的小城 去投靠内陆的亲戚 而你 无人可依 无处避祸 你这雅致的二层小楼外 是单薄的一层院墙 一扇木门 只防得了君子 防不了装备精良的浪人 丫头们心惊胆战 担心那伙贼人再来 家里唯一的男家丁建议 说回主家去 那家世代围观 大宅几经休憩 大门套着二门 珠门厚重院墙高耸 府里还有颇多的守卫 更重要的是天子脚下 怎么也不会叫这伙倭寇横行 可你分明 已经靠着自身努力 和难得的运气 脱离了丫鬟命 怎么这就要回去了 你用什么身份回去 你在那三个丫头 和一个家丁的催促期盼下 企图冷静思考 分析利弊 谋寻出路 入夜一盏小灯 你望着那些 无法快速变现的房产发愁 迷迷糊糊 感到满城的血光与嘶吼 下人们已经降门顶上 那歹人却能飞檐走壁 跳进院子里 凝笑着一刀劈开的雕花木门 你的家丁是第一个死的 你的丫头藏在房里被他们抓住 被几人轮流蹂躏 直到哭声 若到听不见 还要被一刀捅个对穿 确保死透了 他们年轻的脸上满是干涸的血泪 一个接一个倒在地上 落入你被泪水模糊的眼中 黎明迟迟未到 你这处藏身地 终究还是被这伙人发现了 你面前出现了一张 猙獰有黑的男人脸 对着你猖狂地笑着 他伸手速度极快 一下就拽住了你的脚 将你拖出 无论你如何挣扎 都反转不了这悬殊的力量 更不用谈他们有很多人 你绝望着 后悔着 惊叫着 终于醒来 桌上仍旧是一盏昏黄的小灯 一个失业的丫头 听到声音捏着手里的针线火 跑来问主子 是不是做了噩梦 外头帮子声刚过三更 你确认了刚才那个是梦 心里稍稍安宁了些 又听打更人的声音红亮 提醒着近来有匪患 让紧闭门窗 西灯灭竹 你擦了一把脸 叫来家里余下的人 他们皆是失眠 目光阴切地望着你 以为你拿定主意回去了 谁知你拿出了大半地气和房气 以及他们每个人的集气 分了下去 你把刚才的梦说了 梦太详实 太逼真 以至于你十分怀疑 这是一次金手指 若是继续留下 便是如此下场 梦中他们拼死保护掩护你 明明他们在哪里都是为奴为婢 他们可以抢了集气 自己跑回去的 可他们没有 他们捏着薄薄的纸张 听你说要和他们成为家人 个个目瞪口呆 你成了自己的主人 享了福 你要他们也明白 你不想回去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你在这个世界 没有可以助力的家人 你要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 可以依靠的家族 你就是在赌 赌人性 赌这三个丫头一个家丁 得了钱见了利 还能跟从前一样 这一夜漫长又激动人心 几个生来为奴为婢 从没有家人温暖的人 互相信任 对着月光开了一潭浑浊的米酒 一节金兰 你是大姐 下面是二姐三弟 四妹五妹 接下来 你就要带着弟弟妹妹们 一边向内路逃 一边为他们谋求出路 你向他们保证 地方官府虽然腐朽 但天子并不懦弱 假以时日 一定会将沿海倭寇扫平 你们这些房产 不会成为废纸 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你从前是少爷房里的人 识文断字 在他们眼中 你是有见识的人 所以你说的话 他们都愿听 愿信 如今你将他们当家人 分了田地给他们 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事情 为了你这份信任 他们遵你为长姐 纷纷赞同你的建议 第二日 你们就带着银钱 出发向内路 听说那火窝寇 一路杀上了应天府 最终被官府灭了 弟弟妹妹们的心 稍稍放下 但你知道这些海盗窝寇 不止这一只 你们陆路转水路 到了武昌 你用一半的现银 买了一套朴实的二进院 院墙没有精美镂空的雕花 但坚实耐用 若有突发状况 现加固加高 几个人加把劲 也就是一天的活计 三开间 够你和弟弟妹妹生活 朝旭娶亲都可以 你们安顿好了后 第一件事 你领着三弟去票号 聘了个学徒的差事 这一路赶路 你按着弟弟妹妹们的头 教他们识字 他们从未接触过文字 但好在脑子还算活泛 虽然还不太会写 但已经能连蒙带猜 胡伦认识大半 穷人家的男孩子 大多去码头搬箱子 扛大包 管饭而且银钱日节 学徒的差事 只管饭没钱拿 还费时间 三弟也没问你为什么 反正就是听长姐的话 脑袋扎进去干活 闲了就学 没过几个月 就被生成了伙计 你的三个妹妹也没闲着 在江南的两年 他们没少跟着你 见识好料子 几个人结伴去了 不妨聘了织工和绣工 而你做了归属师 就是从前的女教师 教女子读书写字 你教的第一个女学生 是传老大的女儿 她的父亲在墙上看到了 你贴的字件书 字字捐秀 当即就决定了 要找你教她的老来女 船上讨生活的 与水匪争斗 与异常的天气斗 她怕自己哪一趟倒霉死了 丢下个不满十岁的女儿 往后不知道如何生活 读书识字 将来往低了说 可以不当睁眼瞎 被歹人骗 往高了说 可以靠此谋生 当然 传老大最希望的 还是女儿能嫁个官爷 有个依靠 你们一家五口 在武昌过的风生水起 也遭了人眼红 从前你安居易于 外头也顶多说说闲话 传传你的来历 说你不正经 你分了几次 自己做的糕饼给邻里 这些人又倒戈 说你一个女子多么不易 纷纷为你筹谋后半生 但到了武昌 弟弟妹妹个顶个争强 为了这个家 一定要出人头地 太争强没什么不好 但资源就这些 总归是要侵占 某些人原本的利益 这日 几个赖皮蹲在你回家的路上 将你拖进了小巷子 吠叫着说你兄弟 惹了不该惹的人 饶是你活了两辈子 经历了许多风浪 遇到这种事情 声音还是在颤抖 你紧闭双眼 一边挣扎 一边大声告诉他们 节前节色你都认 只求各位好汉 留你一条命 可是几声闷响 身旁一下 没了动静 你睁开眼 见一个男人伸手向你 惊得你又打了他好几下 女夫子 歹人都被我打跑了 你不用害怕了 我只是路过 你若无事 我这就走 男人声音很轻 像是怕再吓着你 说完便走了出去 你认出来 这是传老大的小儿子 在船上出生长大的孩子 风里来浪里 去 生得胸背宽阔 十来岁的年纪 往巷子口一站 几乎堵住了全部的光 那压迫感十足 叫你一下慌了神 你意识到是他救了你 出生让他等等 他果然定住了脚步 你觉得应该没人会这样巧路过 一定是传老大自己有女儿 推几吉人 担心你这个女夫子路上不安全 叫自己的小儿子送送你 你将衣衫合拢 自己爬起身 胆干净灰尘 这才走出去对他道谢 少年一张面皮有黑 而不苟言笑 你看到他鹅脚 脖梗都淤青了 更加愧疚 你说晚上要请他去柳河居吃酒 感谢他救了你 但第一要紧的事情是要报关 你们来了武昌不满一年 若是随意被人欺负了不反击 往后这些事只会越来越多 你拉着少年回了一趟家 然后直奔衙门 说要告关 牙翼懒懒散散 但在收了你无两文银后 积极了起来 见了县令老爷 你先是踩了他的同僚一脚 顺道给他了一顶高帽子 然后示弱交了一笔诚意满满的礼金 你说你一个守了寡的长姐 带着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从治下无力 窝患横行的东南沿海来 听闻武昌县的青天大老爷 治下河海清宴 所以定居于此 这一年 你们的生活一切都很好 可今日却大白天地遇到了匪泪 你知道这些是盘踞地头多年的无赖 但偏偏升格将他们说成了刚进城的流寇 请大老爷能为民除害 你低眉顺眼上前 奉上你自己写的陈情书 其中将歹人样貌身高口音详细描写 将可能的仇家一一列名 只后夹着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你指了指身边助人为乐的船老大小儿子 说是这次事件的证人 县令老爷捋着胡须 看着手中的保纸 露出满意的笑脸 说三日后会给你一个结果 你的弟弟妹妹听闻长姐遭难 竟赶跑了过来 在衙门门口 你笑咪咪告诉他们 一切都安排妥当 然后又拉着他们和小船长一同去了柳河居 小船长叫梁峰 一路敏唇 你好几次看到他偷眼观察着你 你被他盯得不好意思 挠头问 你是不是没见过我这样事故圆滑 心机深重的女子 他轻声笑了笑 摇头 桌上借着好酒好肉 你再次向他道谢 也谢谢他的父亲能想着让他一路跟着你 否则你今天能不能活还另说 提肉之苦定是少不了 他喝了酒 不再拘谨 笑着说 不是我爹叫我来的 漆黑同仁中露出光亮 他十分直白 是我自己想送女夫子 弟弟妹妹们捧着饭碗 纷纷将目光看向你 也于又好奇 你打了马虎眼糊弄了过去 心跳却再也没能平复 三弟被票号老板看上 有意将女儿嫁给他 账房先生的差事也落在了他头上 原本那个账房先生被调去了老板在山西的票号 他一家老小的生计细在他身上 现在被三弟害得要么去山西 要么丢差事 他气愤无比 找了几个泼皮无赖 不好对老板的准女婿下手 也不好对总凑在一处的三个姐妹下手 最终找了落单的你下手 你们一早知道 三弟要升任账房先生 却没想到一个账房的空缺 竟然也能惹出大事 三日后 县令老爷断了案 将这票号的账房先生说成是内应 那几个赖皮说成是刚进城的刘斐 你很实相地补了一封感谢信 其中又加了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然后叫几个妹妹去布房做工时 在女工之间造你自己的谣 不用说得很明白 模棱两可遮遮掩掩 反而显得可信 剩下的就看这些女工如何自己发挥 后来坊间人都在传 你一个寡妇敢于带着弟弟妹妹 千里迢迢跑来武昌讨生活 是投靠了官家 你一定是跟县令老爷有一腿 不然积压了那么多案件的武昌县 怎么就你的这件 既没有死人 又没丢失钱财的小案子 三日结案呢 你们姐妹几个计划了很久的布房 在这个时候终于开起来了 有了这半真半假的谣言 又聘用了几个伶俐的伙计 你们做生意 没人敢闹事 你们出来乍到没有根基 只能拿钱开路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你要么真的棒上大树 要么就借他人的事 你选择了后者 名声对你来说就是狗屁 你要真真切切地实惠 和对恶势力的威慑 给县令的一百两 是你在武昌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他用你写的陈情书和感谢信 加上案件卷宗上报朝廷 博了上级嘉奖 若在这个当口被人发现 他是收了银子 那他清明不复 事已 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人设 宁愿背上多情风流之名 也不愿被视为没气节的财奴 但凡有人问起 他也跟着摩棱两可 说利儿良 民父母也 说他只是为可怜的你 做了一些青天大老爷该做的事 有人上门来跟你打听 你听了呵呵一笑 递上了自己归属诗的自荐信 小女子要养家 没那么多时间聊闲 你明示他们 想听八卦 就请你当老师 即便家里没有女儿 没有姐妹 你也可以为他们的老娘授课 每隔三日去讲半天 很快 你的课时被排满 月收入颇丰 结束后 主家还会遣人送你回家 毕竟 是吧 大家心里都明白 只有最初的一家 从未打探过这些私事 梁风不常在家 要么是往外地运粮 要么从外地往内运盐 但他只要在 都会送你 夕阳西下 他与你间隔半个身子 跟着你的部宿慢慢走着 说些船上的趣事 他对你有意 明眼人都看得出 但你装傻 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他 而是因为你的阅历不允许你任性 凡事都要权衡再三取利舍弊 你刚在武昌内外传播了一些 关于一个悲情寡妇和县令大人灵魂契合 却恪守礼法的爱情故事 从前不认识你的 如今敬你三分 眼红你的 不敢轻举妄动 你行事便利不少 归属师带给你稳定的收入 不妨刚刚步上正轨 三弟的婚事也看见苗头了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 搞出别的事情 路已经走到尽头 前面就是你家门 少年站在你面前 目光炙热 灼着你的神志 一艘船上有舵弓 头钉 压斑 还有数不清的船弓 你要是有空 我带你上船看看 这个季节的江刀鱼很鲜 在船上吃更鲜 他比你从前见过的马奴 长弓都要结实 也比你见过的任何男人 都要英俊 可惜他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穷书生 你若任性睡了他 可不是二两银子能打发得了的 你笑了笑说 谢谢 但我运船 转身回家了 关好门贴着门背 这才卸下伪装 长舒一口气 那流畅的脖梗 撑起粗不一的胸膛 窄而有力的腰 还有隔老远就扑面而来的气势 在你脑中挥之不去 这就是荷尔蒙吗 你心如雷骨 差一点 差一点就把持不住了 好玄啊 沿海的窝患已经升级了 一些本朝的水匪海盗 也混迹在其中 屠露自己的同胞 没个消停的时候 三弟主动请鹰 说想去东南沿海开分号 这与老板心中所想 不谋而合 东南沿海是乱 但底子后依旧负数 这样的地方最是需要票号 只是他年纪大了 儿子又胆小 老板激动万分 向三弟允诺 是成就将女儿嫁给他 嫁女儿这事 已经在口头绕了七八回了 但连个人影都没瞧见过 三弟早已不当回事 他只求了老板另一件事 那日你回家 看到院子里有人耍刀弄枪 四妹妹五妹妹拍手叫好 见你来了 连忙告诉你 这是三哥找的五夫子 那男子停了招式 与你见礼 你看到两个妹妹面颊飞红 唇心荡漾的样子 口中打去 怎么只找了一个 就这一个 还是三哥千辛万苦求来的呢 是啊是啊 有罗师父一人就够了 你遭难后 考虑过顾达寿 但没有长时间接触和了解 不敢随便选人 毕竟打手对于你们几个弱女子来说 也是另一种威胁 三弟动了找标师的念头 票号之间非钱 凭单据调用异地储备金 但若两地存银相差过大 要用标队押送现银 进商传承百年 优中选优 才有了这些人 确实一个顶十个 从前三弟没什么资本提要求 但这次他去开分号 千难万险 他向他老板要了一个放在家里 一是能教教家里人练练身体 二是有无赖的时候 有个帮衬 三来 他经验颇丰 趁他在家 你们可以捡些 没活路的孩子自己培养 从小养得打瘦 多少忠心一些 三弟收好行李 二姐正好提了好酒好肉回来 见行晚饭 罗师傅拾去避开 让你们一家好好续话 三弟这婚事要是能成 傍上了进商 你们这个家自然多一份依仗 若是不能成 三弟的这些经历 往后过得也不会差 几个妹妹女子为商 除去卖部 也定制裁衣 与贵妇人交际游刃有余 拆使伙计有条有理 面对惹事的泼皮 也毫不胆怯 酒过三巡 你们感慨 为奴为婢时 从未想过会有今时今日 靠着你们的双手 脑子和不凡的运气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未来仍旧可期 这个家已经渐渐立起来了 三弟走后几个月 你们从前家中那些田产铺子 都换成了现银 用新开的票号飞回了武昌 和银子一并来的还有家书 三弟说自己沿海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自立行间志得意满 他还说现在朝廷已派兵剿匪 但他心静与从前大相径庭 他觉得这世道再乱几年也无妨 他早已不是那任人宰割的小家丁 现在姑苏城谁人不知道 他票号大掌柜 没有他飞不出去的银子 但他敛财放印子前催债的手段也很 这世道终究是男人更易出头 你希望三弟还能汇集全家 但也不敢太抱期待 他就像放出去的风筝 乘着风高飞 不知道会落在哪 你们的地产变了线 凑了凑不妨赚的钱 一间成衣铺子也开了起来 你们拎了个临街的二层商铺 后院是织方 染房 前面一楼是实惠的成衣 二楼是量体定制的高价裸裙 也搭些男装售卖 生意做大后 需求也拓宽了 客人不满足本地的料子 动辄要赎紧 云紧 送紧 撞紧 是要小腹急安 还是继续做大做强 二姐颇有野心 选择了后者 这日二姐喊你上酒楼吃饭 进了雅间你见到了梁峰 你扶额问她 难道就没有别的船长了吗 二姐袖尖一顶 将你往梁峰身上一推 眼神狡黠道 没了 梁峰帮你家运紧断 不收银钱 二姐重力 牛脸将你卖了 她借口有事 将你一人丢下 临走在你耳边低语 都是为了不防啊长姐 汉江水运四通八达 但码头就这么些个 谁占到了谁赚钱 因此船帮形成 大大小小的船帮 为力争斗 血腥而暴力 梁峰的爹年轻时和同宗兄弟组成船帮 他们好勇斗狠不断扩张 最多时帮内四十艘大船 站着五昌半数的码头 只是这几年 他们船帮走了下坡 船只毁得毁 走得走 梁峰上头原有三个哥哥 要么船帮争夺之间死了 要么运货时遭了灾 尸骨无存 船老大接连遭受打击 锐气大错 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梁峰将这些事物扛起时 他也才十七岁 你早前明明已经将利弊都分拆清楚 但还总想起他 半夜失眠 抱着枕头去钻二姐被窝 说他梁峰不过是个毛美掌权的小孩 做的是体力活 朝不保夕的 不是个好靠山 二姐睡眼朦胧随口应了你一声 你又调转了方向 说什么饺子要吃烫烫的 男人要玩壮壮的 这梁峰体貌倒是很合你胃口 你是年上 是姐姐 倒贴一些也无妨 二姐闭着眼 凝着眉 背过身用 背脚裹住耳朵嘟囔道 确实 没毛病 可你又纠结了 一线之令 威慑力是天然的 你怕你再不能狐假虎威 丢了现在的好日子 但是世俗眼光中 你一个寡妇嫁给她清清白白的大小伙 你占了大便宜了 怎么样都该直接答应她 二姐掀了被子 疼得坐起 乌发凌乱 咬牙切齿道 梁峰是吧 如今 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想来由你闹了二姐睡眠的缘故 梁峰笑着打破沉寂 向你解释道 二掌柜热心 但她会错意了 我不要赢钱 只是想感激女夫子教导小妹 不敢存别的心思 你回忆着跟二姐的闺中话 一时不察 脱口而出 没别的心思 那还怪叫人失望的 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你突然僵硬 抬头看她 梁峰起初也有些惊诧地望着你 后来她笑容暖了几分 你想解释 但又怕越描越黑 干脆告辞走了 听她在身后逗你 我是个粗人 女夫子这话深奥 能否明示 你们一前一后在街边走着 你知道她有心追你 你肯定跑不过她 但好歹她还没那么穷凶极恶 给了你一点空间 直到到了家门口 她才拦你 她怕你回趟家 又翻脸不认 她好不容易燃起的炉子 可不能再吸了 我家里就一个老爹 一个小妹 老爹宽厚 小妹乖巧 你都见过的 我们船帮比不得从前了 但我一年能挣五百两家用 你要嫌不够 我可以多接点活 你第一日来家里 教小妹十字 我就相中你了 若你也愿意 我明日叫我爹来提亲 她是热情真挚的少年 将自己全部剖开 一样样摊开给你看 而你却是处心积虑的老女人 权衡利弊 瞻前顾后 缠她身子 你说你们不合适 但声音明显没了底气 你说你是个寡妇 又比她年长 还跟县令传着绯闻 总之你们没可能 她越走越近 声音低了下来 你是寡妇又怎么样 我一个跑船的粗人 脑袋别在腰上 我喜欢谁便喜欢谁 还管别人怎么说吗 女大三报金砖 这是老话 你说来说去 都没说你不喜欢我 说明你也相中我了 你无言 因为她说得很对 其实你也不是 没考虑过和她在一起 你甚至谋划了 你们的未来 你可以使些银子 走些路子 扮一张眼影 你在幕后 她在幕前 有你驱使 你想 她为力依附于你 可一见到她坦然的笑脸 你又陡然生出了 不该有的道德感 你想她若是多年后 见多识广 觉得你人老色衰 平平凡凡 与你离心 你一定体体面面留下钱 痛痛快快放她走 这就是年龄差 阅历差带来的思维差 年夏还在谈感情 确认心意 年上已经想好退路 做好了兜底 你打开家门 邀请她进来 你去过梁家多次 这次轮到你敞开自己了 你如妖四妹 牵着她到了房里 柔弱无骨的两臂 绕上她的宽肩 一吻过后 她成亮的双目 长出潮水 她温热的身子 贴着你微凉的皮肉 你们两个都是一阵战力 关键时刻 她问你 我们这样算什么 你堵了她的嘴道 别问 别问别管 先快活了再说 少年人第一次 动作声色 翻来覆去两次后 逐渐熟练 她套上羊肠小衣 将你拱起 乐此不疲 只是苦了你 明天告诉我爹 告诉你的兄弟姊妹 后天半喜酒 她心里觉得 如此这般了 便是允了 可心满意足的你 又萌生退意 男男劝她 别急 订酒席 绣盖头 顾花轿 要做的事情很多 她乐呵呵地应下了 她多跑了几趟船 买了个三进的大宅子 可你席面也没定 盖头也没绣 她不是个傻子 意识到你有意拖着她 她说过狠话 服过软 千般万般对你好 你还是对她设防 她心碎走了 说要跑一趟险 而又险的祸 你心里七上八下 难受了一个半月 听说有人范思岩 被官差捉了 要行行 听说那人是为了 娶一个视力眼的女人 拼死挣钱 糊里糊涂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最后丢了命 你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冲到刑场 发现不是你以为的她 失魂落魄走回家 何来找你的凉风 撞了个满怀 她刚去了一趟杭州城 哪儿窝乱未平 所以她说险 也不是骗你 她看你眼眶红红 问你怎么了 是不是她不在 有人欺负你 她心疼不已 完全不记得 你们之前吵过架 你看着她 一瞬间通透了 你本以为有了银钱 可以一辈子拿男色当消遣 却不知道 无论有多少势力 多少银钱 有些人是你消遣不了的 她给的一颗赤尘真心 你若伤了她 连你自己都要恨自己 因为你也同样是真心喜欢她了 你在二十二岁这年成了亲 只请了最亲近的人 但梁家宗族人多 一下子也有个十几桌 二姐找人帮忙 将梁峰买的新居收拾整洁 张灯结彩 三弟没敢回来 送了一尊黄玉财神像 助长姐无论何时 都财源滚滚 四妹亲手给你绣了盖头 五妹 五妹妹什么也没干 就是二姐订了厨子菜时候 她一个一个尝过了说好吃 码头的兄弟 个个都是好汉 捧着坛子喝酒 仪式完毕 吃好喝好 梁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你出去解手 看见姐妹几个 坐在一处嗑瓜子 两个妹妹问二姐 啥时候找人成婚 二姐腿一翘 没一条 道 我失了痣发了疯 才跟长姐似的 找个男人管束自己 商业对手害怕她 合作商里还有几个相好的 二姐现在的日子 不要太舒服 四妹说起一个很久以前的人 就是那个拿了急气 跟家丁出去成婚的小丫头 她呀 我起先还好心去帮衬 怕她怀孕辛苦 结果她倒好 拿我当白宫 绣帕子给她挣家用 她前后绕着她 男人伺候 五妹问 后来呢 后来 我还能一直给她打白宫啊 我就不去了呗 后来听说 她生孩子难产血崩 稳婆接生接了一半 下得跑了 她男人没给她找大夫 就这样让她死了 她吃了很多苦头 还念着那男人的好 说她对她多体贴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总想着她 最后她死了 随便挖了个坑 埋在山里 那男的立马 又说了个新媳妇 五妹吓得瓜子皮 磕得飞起 没事的 长姐要是难产血崩 家里最好的老 伸紧她用 要是她死了 我去买最好的棺果 后葬 你只觉下腹一阵抽搐 声音颤抖道 你们盼着点我好 你还不想死 所以你每晚 兢兢业业的泡羊肠小衣 给你男人用 梁风贤累赘 说羊有几节肠子 够咱家这样使 但她还是尊重你的选择 一直到你二十四岁 大概是羊的某节肠子有动 你怀孕了 自年你安排好后世 找好了吻婆和随时待命的大夫 含了一根百年的老身 誓死如归 结果一撇腿 孩子就生了 你喜极而泣 重获新生 第一次感激原生家庭 因为你猜你 大概是继承了原主母亲 一生养的好体格 但这也打开了梁风的快乐之门 你三年俩娃 一胎接一胎的生 可在你三十二岁这年 梁风死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时 你尚能谈笑风生 说自己有钱有势 没了男人照样活 尸体从下游捞起送到你家 你当场昏死 可你有一个代价的小姑子 和年幼的三子 梁女要照顾 你还得扛起这个家 你醒后 没事人一样安排葬礼 只有无人夜里 你抱着灵未哭 你终于跟那些 追欺火葬场里的 贱男人一样 至爱死了 你悔不当初 自己为什么从前 对他一点也不好 梁风是死于水匪 你报仇无门 又成了寡妇 同时三弟来信 托你在武昌买宅子 他要带着七小回来 看来东南沿海 已经乱到他这个奸商都发慌了 可武昌也不太平了 哪还有好地方呢 一筹莫展之际 武妹旭提议一家人搬去经理 武妹的男人是他自己捡的 那年他捡了很多活不下去的孩子 交给罗师傅逊 其余都成了你们家的打手 只有一个求了二姐开恩 放他出去从军 他说他若能挣一份军功 就回来娶五妹妹 五妹妹咬着大饼 不以为意道 你不想在我家干就直说 还挣军功 我这辈子跟我姐姐一样不嫁人的 那孩子休懒一笑 也不辩驳 后来他一路高升 越越记信 生了千户时 敲锣打鼓来提亲 二姐将五妹妹往前一推 当兵的你惹不起 驾 如今五妹旭又高升了 都指挥千世 她说般 你们心中也有底了 一路折腾 你 二姐 四妹 五妹和三弟 终于又在京城重逢 可巧 五妹旭分的宅子 正是你从前伺候的那家人的 他们家出了贪官 没等那少爷当大官 就被抄了家 宅子荒废了十年 又在你们手中焕发生机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们感慨着 将五进的院子分分好 一家人快快乐乐住了进去 安顿好 姐妹几个依旧坐着老本行 开不妆 三弟仗着朝中有媚婿 带着就部下 重振旗鼓开了个钱庄 五媚婿常年不在家 五妹妹的两个孩子 跟你的五个孩子在一处养 互相有个照应 小姑子在你的教导下 心气颇高 看不上京城的男子 不声不响 进宫当了女官 几年后 你家老大一腔热血 偷偷跟着五一仗从了军 五妹的长子 和你家老二 没几个月也跑去从军 你的两个闺女也不省事 进宫当女官投奔了小姑 吓得你搂紧了小儿子 五妹搂紧了小闺女 这个在你三十二岁那年 才出世的孩子 被你宠得无法无天 你也不管 你宁愿她是个顽固 是个混子 好过去当兵 在城东这块地头 有放印子前的三就罩着 没人敢惹她小霸王梁武 你任由她自在 直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丫头 爬上你儿子的床 就和当初的你一样 要当正妻 你找来她谈话 她看见桌上浓褐色的药中 高贵的头一昂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要生下她的孩子 你休想拆开我们 你想什么呢 这是我的药 指阴阳失调的 你在她惊诧的目光中 喝了药 帕子压了压嘴角 你慢条思理道 你当了她正妻 然后呢 她嘴一掘 理所当然道 自然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咯 你发笑 那也有然后呀 正妻 一生一世一双人 难道就是 你这一辈子的全部了吗 她皱眉道 不然呢 你随她 放她回到了院子 孩子 且熬着吧 后来听说 你儿子又睡了别的丫头 她又哭又闹 被你儿子一巴掌扇晕了 孩子差点没保住 你找来了自己的好儿子 和这个丫头 丫头以为你想要抱孙子 会抱她上位 哭得梨花带雨 求夫人给她做主 你问你的儿子 什么想法 小霸王生在封建 长在封建 天生得利的种群 她知道什么呀 还以为母亲是因为她打人 怕传出去不好听 爱了小姑和两个姐姐 在宫中的差事 组了一仗和三个哥哥 在军中的事业 她在母亲面前低眉顺眼 说自己往后再不苛待吓人 她愣了 吓人 你笑咪咪道 丫头怀孕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孩子生下来 给口饭养大 男孩是长工 女孩是丫头 犯不着动怒 你要是怕她大肚子 不方便服侍 明日再前几个丫头 给你辨识了 一个连姨娘都不是的丫头 生的孩子 自然依旧是个吓人 丫头如遭雷劈 惊叫着跑了出去 摔了跤 身下流出一滩血 不过好在年轻 身体恢复好了 换到你的院子 继续为奴为壁 你望着她逐渐安静 你想 或许有天 可以给她说说你的故事 你是一个通房丫头 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经历过很多风波 成了独当一面的女人 恰巧在这漫漫人生长河 遇到了真爱 成了她的正妻 同房丫头 当然可以成为正妻 然而成为正妻 永远不该是人生的目标 因为成为正妻 只是另一段人生的开篇 你这一生 忙不完的事 过不完的砍 这夜 你又梦到了梁峰 她踢着寸头 穿着T恤 仅是有力的胳膊 夹着篮球 妹子 我怎么老梦到你 你谁呀 你鼻头一酸 我是你媳妇 我给你养大了五个娃 你想 她大概在下一室等你 届时 你定要跟她 好好算算这笔账 我给你养大了